燃油车的灵魂是啥 燃油车的灵魂是在低扭不足吗 还是说燃油车的灵魂是因为有一个邮箱 如果你想谈灵魂的时候 我觉得你骑马 你跟马的话谈灵魂是更加容易 毕竟你骑马的话 你可以拍拍马 你可以夹着马 你可以跟马进行心灵交流 所以不要再去说什么发电不环保 发电是环保的 就是因为烧煤发电 所以才环保 好 各位晚上好 我是董白 买这一视频跟大家聊一则 关于电动车的行业新闻 就在上周 奥迪宣布才将停止研发燃油车的发动机 并在10到15年之后 彻底转型为一家电动车车企 这则新闻出来之后 大家讨论非常多 就连CCTV中央电视台 也在经济频道转载了这一条新闻 大家聊了很多 有人说 那么奥迪怎么说变就变 也有人表示 现在再不变的话 以后一定是来不及了 所以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我倒没有很惊讶 我觉得是整个奥迪 包括大众集团 整个电气化策略中的一个 非常正常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一聊 为啥连奥迪都不再研发 新的燃油发动机了 在发这期视频的时候 其实奥迪刚刚在国内 发布了RS6 什么RS7 这条新的车型 这些都是大排量的车型 如果你真的对这些 大排量的燃油车 情有独钟的话 我觉得就是前买且珍惜 包括像ABA这样的车 马上要发布的版本 不都说什么收藏版了吗 所谓收藏版的意思 应该已经说的比较明确了 就是这个东西你买回去 以后应该不会再迭代了 所以从收藏的角度来看 这些大排量的燃油车 我觉得赶紧买 我觉得挺好的 并且奥迪在这个新闻后面 还接上了说 自己要在五年之内 再额外推20款电动车 其实这个数量并不太多 但是对于一些觉得 好像传统燃油车厂 不会去设足的电动车 或者说只会缓慢 去设足的同学来讲 好像这个节奏突然就加快了 其实这个节奏 在我看来并没有很快 来给大家说一说大众 正好大众在上周 也发布了自己 未来的一个电计化的战略 这个战略简而言之 就是要做全球第一的电动车洗 它要在欧洲 额外建六个电池工厂 每个电池工厂 是40几瓦时的容量 六个就是240几瓦时的容量 其实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数量 大众真的做得很保守 因为宁德时代曾经预计的是 在2025年 全球的电池装机量 就会突破1T瓦时 就1T的1024G 大众认为在2025年的时候 欧洲的需求也才240瓦时 我觉得它的整个需求量偏保守了 但是我都理解 毕竟作为一个传统的燃油车 企业家要做这么大的投资 要说服董事会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并且大众整个还做了一个power day 你看我这边拿的是power day的PPT 其实他们还说了一整套策略 比如说我自己要建多少充电桩 比如说我电池的成本要降到什么样 我的电池有什么样的技术路线 甚至于说电池以后的回收 我现在大众已经建了一个回收工厂 跟大家说我们以后 整个这一整套策略全部都做好了 甚至于大众的迪斯说 未来要做整个充电的体验 要比加油更加方便 上一次说 让家电比加油更方便的人叫李斌 我们斌哥看到大众迪斯的这番话之后 我估计要高呼总行了 所以你看到过去造车亲自立们 所做的一些事被大众所不理解 那其实他们的同行业的对手们 可并不认为这个事做的不对 甚至说你现在回头来看 会具备一定的前瞻性 那其实大众集团也是在整个老车企中 算是对于电动车走的步子很快的 你看比如说在高端纯电车上 它那个TICAN对吧 已经全球已经卖了超过两万台了 然后呢给普通用户准备的 比如说ID系列的那些车 什么ID3 ID4啊 像国内不是ID4 同时在两家工厂生产吗 也基本上就进入这个开卖状态了 所以在传统车企里面 大众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那相比一些 比如说还有一家公司的 那个捷包路虎JLR对吧 这个集团呢之前也发布新闻 说自己2025年的时候 要转型称为纯电动汽车制造商 他们会在2024年的时候 推出自己的第一款纯电汽车 在2026年的时候 把柴油动力也淘汰掉 甚至于捷包路虎 搞了一个特别隆重的发布会 说自己整套战略 然后英国首相约翰逊 还单独发了个推特 表示嗯 恭喜你们终于走对了一个路 祝贺了一下 其实不仅仅是车企的 在供应商 他们供应链上 其实很早就有一些反馈了 比如说ZF 这个大家都听过 财福 他在2020年8月份的时候 说将自己将不再去研发 那个传统的燃油车的系统与零件 就是你过去的生意 我该做还是做 但是新东西 可能就逐渐就不做了 那更大大一个公司 叫大陆集团 他在轮胎的时候 他叫马牌 在其他零物件的时候 叫大陆集团 在2019年7月 他就发布了 说自己要在2030年前 停止研发新的内燃发动机 还有一些新的配套工艺 财福跟大陆这样的 他们在行业中的地位 相信大家都懂吧 如果他俩不去提供一些新鲜技术 那等于说 你再具一道燃油车 你只能使用这些老旧的技术 那谁也不希望自己买块的车 用的是老旧的技术 对吧 所以在供应链上 他们的节奏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那除了供应链之外 还有一些品牌 比如说宝马 宝马在上周发布了 自己的全新纯电轿车 i4 对 这个就是一个4系的纯电版 也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吧 虽然有同学说 这是油改电 什么说的很多 但是毕竟这是宝马 在轿车中一辆 纯电的轿车 卖出了伟大的一步 并且宝马新的那个iDrive系统 最先也会在ID4这辆车上 给它使用起来 所以你能看到 这些领域 一定在电动车上 它会用到最先进的一些东西 那同样呢 宝马前的劳斯莱斯 劳斯莱斯也说 自己2025年会造出纯电的车 然后呢 第一辆纯电车 可能会利用幻影的平台 来做一辆纯电 其实劳斯莱斯最该纯电 你知道大型豪华车 在乎的什么 在乎的是发动机的平顺 在乎的是空间 在乎的是整个行驶的 静谧性NVH 你把发动机去掉 对吧 整个这一切 立马就变得更加简单的 所以劳斯莱斯纯电 是一定会做的 同样超豪华品牌 比如说宾利 他们也说自己 要在2025年的时候 搞出自己的纯电车 所以甭管你是中国的 还是国外的厂商 甭管你是在欧洲 还是在亚洲 甚至在美洲 做纯电车 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 为啥 其实这事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 从用户端 用户消费者来说 这个事非常简单 就是说电动车 其实很便宜的电动车 它只要是做纯电的 轻而易举的 可以做到燃油车 什么六缸车 甚至八缸车 整个加速体验 你知道过去 在传统超跑这个领域中 所有的车架 其实是跟排量跟加速 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 当今如果一些主流电动车 六七十万的 基本上百公里加速 轻松做到四秒这个级别 没有什么问题 甚至一些三四十万的车 已经可以碰到四秒多 这个加速度了 这就极大的改写了 过去那些燃油车 所主导的一些玩法 你卖一两百万 你才隔三四秒 人家可能几十万 那个小几十万 就可以搞定这个加速了 所以这些方面 会直接给拥护 大家非常大的震撼 对吧 然后同时呢 电动车去做更好的 燃NVH效果 是非常容易的 虽然大家说什么 想要升浪想要什么 但这时候 你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 你在日常开车的时候 你又会对于车的静迷性 这些事是有要求的 而电动车 无疑是比燃油车 做到这个更加容易的 同时呢 在日常使用的成本上 甭怪你的燃油价格 有多低吧 因为电一定是便宜的 像燃油车 这些不是有人算过吗 像我国 如果汽油美升价格 做到一块钱 甚至八毛钱美升的时候 那差不多可以去跟电动车 拼一拼 每公里的使用成本了 最后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车是一个工具 工具的话 其实是不会谈什么灵魂的 有人说什么 燃油车没有什么灵魂 那我就想问一句 燃油车的灵魂是啥 燃油车的灵魂 是在低纽不足吗 还是说燃油车的灵魂 是因为有一个邮箱 如果这些都不是燃油车的灵魂 你谈什么灵魂呢 如果你想谈灵魂的时候 我觉得你骑马 你跟马的话 谈灵魂是更加容易 毕竟你骑马的话 你可以拍拍马 你可以夹着马 你可以跟马进行心灵交流 对不对 所以一个日常使用的工具 咱们只谈便利性 谈使用成本 不会去谈什么灵魂不灵魂的 那再者呢 在很多很多城市 都会有一些政策上的优惠 什么不用拍牌 公司费减免 这不仅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优惠 在欧洲 欧洲的补贴更加多 对 弹期电动车补贴的时候 好像都会有人说骗补 什么补好多钱 我国现在的补贴已经非常少了 你这年头你去买一辆 四十多万的未来 才给你补贴两万块钱还不到 你在欧洲你买一辆 那个四万欧元的ID3 可能给你补贴七八千欧元 好吧 不论补贴 谁也比不过欧洲好不好 所以这年头还在讨论这骗补的人 2021年还在说骗补 我觉得脑子可能不太够用了 同样石化巨头也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那样做石油的 他们不缺钱 他们不缺战略 他们不缺对于市场的判断 像上期视频我已经拍过的 像BP英国石油 它在中国甚至做了好多好多的超级充电站 像翘牌 甚至在自己的加油站边上 额外放了一些充电桩 有些同学又要抬杠 说什么加油站最怕禁电 什么装充电桩什么的 肯定不安全了 我觉得翘牌能做 那必然是符合安全规范的 你总不能说你比翘牌更懂 怎么样做加油站 是吧 然后同样的像我国的中石化 马上好像要跟蔚来一起做换电站了 所以传统的石油巨头们 都在充换电站上去努力 说明了啥 这个事情不需要我说了吧 你能比传统的石化巨头们 对于世界拍摄的更加准确吗 再者在政策端 也会有一些非常明确的知识 这些知识已经可以说的政策名盘了 比如对于我国来说 我国2030年要探达峰 光靠重数肯定是不够的 我国2060年要宣布要碳中和 光靠重数什么的肯定也是不行的 再加上我国对于石油的高度依赖 会一定会让我国走向这个纯电化的路线 并且在欧洲也会有越来越严苛的排放法规 比如说欧西的排放标准都要出来了 大排档直接死翘翘 就别说欧西出来的时候死就跳 现在就要死翘翘了 C63 这一代C63还是V8 4.0的发动机 下一代直接给你上四缸 以后肯定是纯电的 不用想了 并且对于我国来讲 基本上就是特高压输送这样的损失是比较少的 同时在发电端 虽然我国是以燃煤为主 就是因为燃煤才发才环保 整个在燃煤发电的过程中 我国的超零界超超零界发电机组 那是领先全球的好不好 并且整个发电厂的排放 它是集约式的排放 集中式的处理 对于脱流这样的技术已经用的十分成熟 对于排放物的监控非常非常的严格 并且统一集中化的处理 一定是比燃油车各自分散在外面处理的效率 是要更加高的 并且从整个热效率角度来看 整个发动机现在大家在拼什么热效率 在热效率最佳最佳状态下 无非也是在百分之四十几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换到电动车来说 一个再烂的电动机也轻松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进步了一辈子 进步了一百多年 才把自己坑吃咖吃做到百分之四十多 人家一个刚刚诞生的产品就百分之九十多 你怎么跟人家比 所以中国这样来看 其实你是比不过的 你知道吗 所以不要再去说什么发电不环保 发电是环保的 就是因为烧煤发电所以才环保 更不要提什么更多的我国有什么水电 并且这两年非常多的一点 就是我国的光伏发电开始起来了 有一些公司早些年 可能他们存在什么骗补 一些公司倒闭了 对吧 但这些年来看 起来了一些非常多的光伏企业 他们成为了世界级的巨头 整个产量在世界上都可以排号号的 好不好 所以你看一些西北当年说什么气垫 什么气风 那这些年来的气垫气风会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光伏发电本身成本下降 而且他们可以挣着钱了 再加上本来用电就会存在一些不平衡 电动车对于削风拼股的作用 实在是十分明显 所以从政策层面 从发电层面来看 一定也是电动车的时代 最后再从企业端回过来说一说 其实企业不傻 就是不搞纯电的话 这个公司的市值其实上不去的 大众在宣布自己要成为 全球什么最大的电动车企业之后 整个股票当天就涨到 个财量的20% 虽然最近好像又跌回来一点 足以说明资本市场 如果你不搞纯电 资本市场压根都不想给你高估值 而且从我国实际的情况来看 市场早就已经过到 所谓什么用市场换技术 去迎接这些传统巨核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属于中国的 你看我国这些造车新势力们 已经可以和国际大厂平起平坐 你去比比看他们的市值 他们又不是在中国上市 他们在全球市场上上市 他们收的钱 那全球资本市场的钱 是华尔街认可的钱 那这些事情 他们的估值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国际社会 对于中国造车企业能力的任何程度 如果这年头不搞电动 不说做纯电 基本上你就可以准备 收拾收拾关门了 好吧 虽然这话说起来 好像有点难听 对吧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还有同学说 什么传统的车企 都造电动车的新势力们 死得更快 从目前的销量结果来看 好像并不支持你这个观点 传统车企 比如说什么奥迪的一创 宝马的RX3 你到处去买一辆 对吧 为什么从实际的销量上来看 从全球的销量来看 都比不过造车新势力们 所以你把这个事情 想清楚你就明白 传统车企 为啥它宣布进步的速度 这两年突然就爆发 因为前几年的时候 他们还想殊死抵抗 抵抗一下之后 发现抵抗不过 那就只有加入了 而且对于大企业来说 它的掉头速度 真的是特别败的 因为它有过去的燃油车投资 它说明天开始不生产燃油车 它身上一个生产线怎么办 它那些为这些燃油车投资 而招聘来的员工们怎么办 这个过程 包括裁员也好 包括转型也好 转型都是一个痛苦 我整个需要时间的一个过程 但是最终你如果 这个方向已经确定了 所以就大胆的往前走吧 这些好像聊比较多 就从奥迪不研究新发动机开始聊 所以对纯电动市场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名牌 就不要再去犹豫 不要再去纠结 问是不是 而该问的是什么时候到 并且中国到底能不能成为 全球最强的电动车市场 把这个道理想清楚 我觉得这些很多事情 都可以很简单了 好了 就这本一短买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这部视频改进去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 我们买卖的头条币站 微博 以及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